昨天下午 电影《妖怪的克星》在厦门大邓岛开机拍摄 这是一部讲述亲情与成长故事的家庭清喜剧 剧本获得厦门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有望在明年暑期档与观众见面 影片从一个普通家庭出发 以妖怪比喻家庭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克星则是突破矛盾冲突和情感障碍的发暴 通过父母与孩子之间相处的故事 表达家和万事兴的亲情主题 据了解 影片由赵世磊导演 李一祥 徐芳芳 李孟哥等主演 影片的场景主要围绕学校家庭市区 将全部在下去境 我们拍的场景就是主要选到大登 祥安跟岛内两个地方去境 岛内主要是在五阳湾跟白鹿州 8月4号之前我们会拍完 拍到明年的暑假党去尽量 因为我们也希望这部儿童喜剧 放在甲上去让孩子们跟家长们都去看到这部电影 本台记者报道